看看新闻网 然后他们就对我一直叫 叫得不肯坐下来 所以我其实当场是蛮感动的 回忆起第二次拿奥斯卡最佳导演时的情景 李安依旧欣喜不已 相对于领奖的风光场面 李安获奖当晚的一张照片 似乎更加吸引眼球 手捧小惊人肯汉堡的画面 活距喜感 对此李安坦言光鲜背后 今时辛苦 到了晚上一点多的时候 真的是挺热的 结果就在最后一个party出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party供应 就是in and out burger 那是最不健康的burger 结果我就在上车以前咬了一口 他咬汉堡也是一种开心 一种俏皮的表现 我不晓得有没有给in and out burger 做了很大的广告 他们应该付我钱 拿到三次奥斯卡小惊人 两次是最佳导演 这无疑是对李安实力的有力见证 不过李安本人一贯保持冷静 谦虚的他把一切归功于运气 拍电影这个东西 常常是人算不如天算 有时候不卖周波的好人 我真的很生气 我觉得好像没有天理 为什么大家不了解 早在2001年 李安就凭借《卧虎藏龙》和奥斯卡结缘 这也是至今唯一夺得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电影 而影迷对《卧虎藏龙》续集的期待 一直延续了十几年 那过程以后 人生就是往后面走了 所以我不会想到拍续集 李安决绝的答案 恐怕要让影迷彻底失望了 问鼎小惊人之后 李安的行程和工作都排到满档 此次抽空回家乡台湾地区 也只是稍作停留 今年是金马奖50周年纪念 有消息称李安将出任金马主席 我尽量能够来 主席我觉得我不晓得 风生从哪里来 我真的不晓得 原来李安此次返乡最重要的任务 不是电影 而是听妈妈的唠叨 我妈妈会唠叨讲很多东西 我希望有的时候 他三个字就打发了 不是这样 他会一直反复地讲 我要听 多年钟情电影事业 对于家人的亏欠 可以说一直都是李安的心结 没想小儿子李纯 竟然也走上了电影这条路 前不久 李纯在电影《宿醉2》中 小事牛刀 出演新娘的弟弟 戏份不多 却很抢镜头 只是出于心疼儿子 李安急忙喊停 他想演戏 他当初五年前跟我说 想演戏 我听得好 不要想表演 对于影坛其他的后辈李安的态度就不同了 表面上积极劝退的他实际上是在暗用激将法鼓励年轻人 千万不能弄电影 其实很多要我鼓励的时候 我都会这样讲 因为我觉得常常电影里面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事业 所以会做的人都是特别热情的 然后别人跟他讲不可以 他还停不住 娱乐新间地台北报道 其实李安导演还是挺腼腆的 相对于他用镜头语言说话的霸气 我觉得他面对记者的时候会显得更加文雅一些 也许他习惯了用镜头说话吧 所以他能够掌控得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掌握起发布会上的奇幻交流可能要更加内敛一些 但无论如何他都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华人之光